好今天影片呢蛮有趣的 今天要来介绍一些 三星的使用教学啊 那我当然不会冷饭热草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一些 连我这三星爹也是 最近才知道的一些秘技 那有的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那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这些秘技我们究竟知不知道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看完今天影片 应该是会学到蛮多 因为这也算是我 囤了一阵子之后的小技巧 那总共介绍10个技巧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 就是如何把你这个里面的相簿 进行一个锁定 就是把它锁起来 让别人需要指纹或密码 才可以看得到 那通常三星的相簿呢 你看像这样长按 它是没办法进行一个锁定 它只能移到安全资料夹或者是什么 但其实有一招 可以让三星的相簿锁定 那就是呢 你点选右下角这个 三个横条之后点这个设定 然后往下滑 滑到这个关于媒体相簿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版本序号 你直接爆点它一波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Lab有开启 Gallery Lab is Enabled 你点之后 你一下就会看到这个 算是一个三星的相簿的开发者选项吧 进来之后呢 你往下面看 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个 这个Entry Locks 就是相簿锁定 把它打开 按确认 然后再重开这个相簿 然后这时候你随便看到一个相簿 然后直接长按之后呢 点这个更多 它就有这个锁定的这个选项出来 你点一下 它就锁起来 就看不到里面 那如果你要看的话呢 你就要按这个指纹 去把它解锁 这样才看得到里面的内容 我觉得算是一个 非常实用的技巧 然后解锁方法呢 就是你进来这个相簿之后呢 右下角这三个点点 然后再Unlock 它就会恢复了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比较 私密的照片锁起来 这样如果你的手机不可能掉了 照片比较不会外流这样子 好那这就是今天介绍的 第一个技巧 那现在的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要来教你 如何把这个桌面上的应用程式 给隐藏起来 像是我这边有这个D-Car X 如果我不想要 别人看到我在使用它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把它藏起来 那首先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你长按这个桌布 然后又需要有个设定 然后再进来之后 你就看到这个隐藏主萤幕 与应用程式 萤幕上的应用程式 哇 这个也太牢口了吧 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说你想要隐藏什么 像我刚刚说我要隐藏D-Car X 这样反正完成 觉得反正D-Car X不见了 那你在这里面这个页面中呢 也是找不到D-Car X的 你甚至在这个搜寻中 都看不到 但是它会在这个应用程式中显示 这是它一个小漏洞 那如果隐藏之后要什么开启呢 我就通常的习惯 都是在这个搜寻中点这个 然后直接在这边点开启 这样就会帮我打开D-Car X 但是如果一般的人来讲的话 它是主页面找不到 然后在这边它也是找不到 它即使是搜寻呢 它可能也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找不到这个程式 因为它是在设定之中 所以就算是一个 买影币的这个效果在 那这就是第二个这个使用技巧 那如果你想要解除的话 其实就移样到这个设定的地方 然后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移掉 这边有个减号移掉完成 这样子你在这边这个应用程式抽屉中呢 应该就可以看到 搜寻可能这边就有了 那这就是第二个隐藏应用程式的小技巧 那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当你把手机借给别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想要让它使用某些App 你怕它乱滑你的手机 你要怎么样让它锁定在那个App之中呢 这个其实非常的实用 就是假设我只想给它看YouTube好了 我怕它乱按 那我怎么样让它只锁定在这个YouTube 这个应用程式中 不要跳到别的东西去乱翻呢 就到设定中 然后上面有这个安全与隐私点进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更多安全性设定 然后把这个丁选应用程式打开 打开之后呢 假设我在YouTube中往上长滑之后呢 我只要点一下这上面的图表 你会发现这个多了一个丁选此应用程式 你点之后呢 它就会丁选在这 所以一般的人是滑不开的 它怎么滑 都离不开这个应用程式 它如果一定要离开的话 它必须往上长滑 然后这时候就一定要输入密码 如果或者是指纹 如果你没有输入密码或指纹的话 它怎么样都是在这个应用程式之中 所以就非常方便 你可以先顶选之后 把这个东西给可能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朋友 那它就只能在这个应用程式之中 它就不能乱滑到其他地方去偷看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那这个就是第三个的这个小技巧 然后再来第四个小技巧 我觉得这个技巧也非常的实用 就是关于尺的部分 你知道三星的手机里面 其实就内建了一把尺 它藏在哪里呢 藏在这个侧边栏这个部分 你先滑开侧边栏之后呢 点这个尺轮 然后这边有个东西叫做工具 把它加进来 然后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工具 它这个通常会有一些像是指南针或什么 但是我们要的工具其实不是这个 你点这右上角这三个点点 它有个东西叫做尺规 你看有没有 它直接就多了一把尺在这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两年的笔啊 或者是两些物品 反正这个就是一把尺 非常好的 那你还甚至可以直接点选说 它假设你东西对齐零之后 你这边放这 它就可以跟你讲说这是6.48公分 然后你也可以换它的单位 然后这边还甚至是多了一个校准的部分 你可以拿一把尺去校准确定 它的刻度是整圈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校准 因为如其上来讲 不是应该都是要对的话 还叫校准是满好笑 不过这个还满好用的 如果你真的是短时间想要量什么 或者想看什么的话 就可以直接手机对上去去对照一下 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那这就是第四个小技巧 好那在进入下个还原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欢迎今天的赞助商 卡巴斯基VPN啊 一直想要好放还放VPN折扣码的人 今天我就来满足你 那卡巴斯基 除了是大家熟知的房租软件以外呢 其实它没有VPN的产品啊 而且它没有VPN在2023年 更是被全球知名的 独家资讯安全测试机构 AVTASP评选为最快VPN啊 除了速度和稳定度不错以外呢 VPN伺服器的选择也很丰富 有100多个地点 和80多个国家可以连接使用啊 那VPN的好处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挺腻了 除了强化隐私保护 和可以放轻使用公共WiFi以外呢 卡巴斯基的VPN有点很有趣的是 它可以把VPN安装在家中的路由器上啊 这样即使不是支援VPN的3C设备 像是你家的PS5啊 或者是部分的智慧电视 只要连上加装WiFi就可以直接VPN了 轻松跨区追剧 或者是安全的游玩跨区游戏啊 超级方便 那最后卡巴斯基也支援多个平台 像是Windows啊 MacOS啊 Android和iOS上都可以做使用啊 卡巴斯基的VPN也有30天的免费试用啊 而且目前购买第一年的优惠价 只要890元啊 那这次我也跟厂商要到了额外的优惠 只要你在购买时输入好放台放的专属优惠嘛 还可以再想5折的优惠啊 这样等于第一年只需要445元啊 半价优惠真的是超爽的 等于每个月花不到40元啊 一天才1.2元左右啊 若是购买卡巴斯基防毒软体的专业版 除了无限制流量的VPN以外呢 还可以获得防毒软体的宝物 和父母关心小孩的卡巴斯基 Safe Kits 一年的免费服务啊 总之如果有需要了 赶快去自己留言看看吧 那我们就回到影片之中啦 好那接下来是第5个小技巧 是关于WiFi 它会显示更多的WiFi的资讯 像是你的讯号强度啊 或者你连线了多久之类 那要怎么看这些资讯呢 之前的话通常大家都是做法 就是去下载一个额外APP 但其实不用 三星的手机内建就有这些资讯 首先呢你先到设定 然后点选这个连结 然后点这个WiFi 然后右上角这三个点点点一下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智慧WiFi点进来 然后接着呢你就狂点这个 智慧WiFi这个选项 这滑到底之后就会出现 然后狂点之后呢 它应该就会开启 它的这个WiFi的这个实验室 就是这个下面这个LAB 你点开之后呢 就会发现它有非常detail的 各个数据的监测 包含你的每一个频款使用多久啊 然后有哪些是有用到的 哪些是没有用到 那我觉得最猛的是 现在往下点这个Option这里 点进去 然后这边有一些Information 然后点进来之后呢 它这个就可以测说 你现在这个WiFi的讯号强度是多少 你可以看一下说你距离这个WiFi 在某些房间的讯号强度是不是够的 然后还有一些很不错的就是 它可以显示说你现在周围WiFi的资讯 就是有哪些WiFi 然后讯号强度分别是多少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使用 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工具啊 如果你家刚好正在转WiFi 然后想看一下说放在哪个地方 位置比较好的话 就可以进来这里 然后就可以直接到这个Option这里 就可以看说它这个强度是如何啊 那你可以去调整你安装的位置 算是一个非常适用的技巧 那就是第五个小技巧 然后再来第六个小技巧 是来检测你手机的这个防水性能 特别是如果你想要跟人家面交手机的话 你其实很难看得说它手机有没有拆过 但其实有个方法是可以看 那首先呢你就要先到 系统内预设这个电话的APP 然后打这个迷紧零迷紧 进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测试的地方 你可以测试看萤幕的可能红色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红点啊绿色啊蓝色 那我今天要介绍是在这个Sensor的地方 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个气压的显示 那大概1000热左右就是应该是手机的防水是没有问题 而且按压萤幕去看它你看它数值就会有变 它就代表说这个整体手机内部的压力的状况 那如果是1000上架代表手机的防水性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就可以透过这个数值来看见它你的手机 是不是可能要买的手机 是不是它有偷拆过啊 或者是你的手机有些瑕疵的部分 那这个数值就是一个非常好检测的 手机气密性和防水的部分就算是一个蛮实用的技巧 就是第六个技巧 然后再来第七个技巧是关于三星钱包 我之前三星钱包的做法都是我点了这个锁定萤幕之后呢 我再点一下然后再往上滑 然后这时候才去看我的钱包 但其实这个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它其实在锁定萤幕时呢你直接按个情况下你直接往上滑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载具啊或者是直接刷卡 那这个技巧身为三星电影我其实有点惭愧 因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我之前其实都把它全部关闭就会有点忘记 那这个方法就是你听谁认为之后呢 按这个全部 然后再点右上角这个点点按设定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快速损取方式 然后这边的话是往上滑动手势 你把这个萤幕关闭也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你只要在萤幕关闭的时候呢 直接滑就好 你也不用点亮萤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使用的技巧啦 那也推荐给大家 好然后接着就来到比较硬核的部分 然后我们又来玩玩这个开发者选项一些奇特的功能 那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开发者选项呢 首先你要先到设定 然后关于手机 然后这边有个软体资讯 然后这边有个版本编号狂点 它就会启动这个开发者选项 启动之后呢你回到上一页之后 在这个页面之下 这边就会看到这个开发者选项的选择 这样就是开启 那首先第一个好用的资讯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八个小技巧呢 就是我们可以关闭这个自动更新系统 你把它关闭之后呢 它就不会一直叫你去自动更新 但是你要记得 你可能某一段时间要去看一下自动更新 因为有些是安全性更新 但有时候它很吵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做一个关闭 这就是第八个关闭自动更新的小技巧 然后再来第九个我觉得非常实用 特别是有些人在测试游戏效能的话 它可以直接显示 萤幕帧率在你的萤幕上 然后也可以显示它现在的各自的loading 你看FPS是多少 那这个的话呢往下滑 会看到一个叫做 GPU Watch 点开 然后直接把这个点开 然后这边呢 它就会有这个像是FPS loading 或Contact 往上滑 你看这边萤幕上就已经出现 像我现在的FPS是108 平均是108啦 然后右边的话loading是CPU和GPU的loading 然后你可以去做很多设定 像是你可能觉得这下面这个是不需要 可以删掉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直接整合在一起 像是我可以直接全部删掉之后 按这个加我可以制定 像我直接把它制定成这样 然后文字的话需要显示什么之类的 其实蛮方便的 文字的话我们就显示一个平均FPS 好 这样滑上去 好 你看这边就有我的平均FPS多少loading 然后还有它的图表 其实是蛮不错的啊 如果你是想要评测一些软体的话 像是你想要跑原神 看一下这手机效能是如何 三英雄鱼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方式 那里面还有更多可以玩 像是可以改它的透明度啊 可以像这样 这样的话它是全透明吗 没有这样就是全部几乎不透明的 就更明显这样 可以自己去玩玩啊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蛮好用的内建功能啊 之前我也不知道 那这就是第九个技巧叫做GPU Watch 然后最后一个小技巧呢 我觉得是特别针对桌撇石来设计的 虽然说我不确定桌撇石会被开启 如果你是桌撇石的话 看完这个小技巧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会不会开启这个功能 就是它把左右的布局改成 相反像现在的这个开关按钮都在右边 那其实左撇石要按的话 它会按很很远 那这时候可以把它把这个按钮 移到左边 那我们往下滑找到一个东西叫做 强制使用从右至左版面配饰围定 你只要点了之后呢 它所有的按钮都会在左边 所以其实就是 比较适合左撇石用户啦 那如果你是左撇石用户的话 今天听到这个脚技巧也会使用吗 我其实蛮好奇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这10个三星跌动 不知道的三星秘技啊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说哪些秘技 其实不错的 那我觉得这10个都还蛮有趣 像是尺啊加密相簿啊 或者是丁选用程式 这些应该都算是蛮实用的啦 那如果你有知道什么 我还不知道的秘技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分享 或者是你觉得今天哪一个秘技特别好用 还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讨论讨论 交流交流 好啦差不多就今天影片啦 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乐推一下这部影片啦 那影片之后再次感谢今天的赞助商 卡巴斯GPPN啦 如果有需要的话 记得使用我的折扣码 连结就在资讯栏底下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悄悄拜拜